中國他叫你什麼大量 也不可以選我國縣航區 內政委員會綠營提案 但這關鍵字眼 我國讓國民黨團案很有意見 要求把中國改成大陸 把我國改成台灣 我國在對中交流溝通上 真心患絕情 對中這個地方就是中國 提案的俗巧會一再確認 真的要改這樣 還被攔尾嗆去看看憲法 最後在藍營人數優勢下強硬過關 不可自信 那我想在政府的公文書裡面 要如何來形容對案 這個已經有一段時間的歷史了 只不過傅昆奇 剛率藍尾團放中返台 就對實行已久的文字慣例 逐一審查斤斤計較 讓綠尾痛批 根本自我矮化 中華民國憲法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台灣大陸都是 我們精準的法律用詞 把你的黨章所謂台獨條款 現在可以積極的推動 有種趕快來做 連國家都不要了 過去的任期當中 兩屆也有非常多的提案 就是使用我國 我國兩個字 說不出口了 去中國到底跟人家談了什麼 蘇巧慧翻出傅昆奇過去立委任期提案 從98年一直到今年3月都是用我國 妻子徐正衛立委期間也稱我國 如今轉變之大 讓蘇巧慧忍不住開酸 中國國民黨要不要改成大陸國民黨 連台灣中國都要拿掉 是要從花蓮一路退到太平洋嗎 甚至網友還哭搜 將國民黨各地黨部更新 改成大陸國民黨部 不崑奇反台後動作頻頻 儘管聲稱兩岸春暖花開 但交換條件是否得自貶國閣 難免惹人聯想 三順網營結合採用台北 成本